黑钥匙复仇女神是一款用人类科技制造 但被怪兽思想控制的机械 驾驶舱里连接着一坨恶心的怪兽大脑 而且它的整个机体已经和怪兽组织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它的出场方式也和以往的怪兽一样从海中登陆 黑钥匙在设计中大部分数据都参考了复仇流浪者 比如流浪者的手部链剪 而它则是更强的一对热能切割剧 胸口还有一个装置类似流浪者的合法一对 不过黑钥匙并不是核动力而是电力驱动 胸口可以持续发射威力极强的激光束 它的身高88米体重1998吨米流浪者差不多 所以在两人初次交锋中 流浪者一直被针对课程 还间接导致环衣中的女主司马子坠机身亡 因此猎人基地不得不再次派出三台机甲之援 黑钥匙剑状便重新退回到了海洋 第二次出现在西伯利亚地区与复仇流浪者再次搭战一起 终归是怪兽的大脑孤如人类 黑钥匙的真实战斗力根本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在队拼中黑钥匙的腹部被流浪者用链剑中操 然后是腿部被链剑刺穿 而在力量对决中黑钥匙由于受伤也逐渐落于下坏 最后被流浪者用链剑破坏了电路系列 接着一拳掏出了动力核心 失去动力的黑钥匙轰然倒下 后来他的尸体被猎人基地运回研究 他的武器热能切割剧也被移植到了流浪者的身上